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上课 下面我们看公司当成 公司赖以设立规定其名称 终止资本 组织机构 组织机构我们讲的股东会 董事会监事会 在当成当中都是必要记载事项 对内对外事务的重要法律文件 对公司当成 是设立公司 这个必要文件 你设立公司必须有章程 这一定要注意理解 那章程怎么来定立呢 同学要注意了 公司章程 经全体股东和发起人同意 并在章程上签名盖章后成效 那么有限财政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同学要注意了 不同的公司形式 在设立上还是有区别的 你看有限财政公司 它体现出什么呀 这个人和性 五身一下 这个股东人数是确定的 那是全体股东呗 来制定当成 那一人公司就一个股东 股东来制定 你国有多多公司呢 财产是国家的 谁代表国家行使呀 国有资产监管理机构来制定 国有资产管理机构 代表国家 来行使所有者的权利 或者董事会制定 报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批准 一定要注意啊 这就是一人公司 国有资产公司 一般的有限财政公司 当成制定 一样不一样啊 那是不一样的 一人公司 国有资产公司 是有限财政公司的特殊形式吗 股份有限公司呢 有两种设立方式 发起设立 发起设立 我们知道 它发起人是一定的呀 两人到两百人嘛 全体发起人制定 公司当成 如果募集设立 发起人是一定的 但是股东不一定啊 发起人认购一部分 其余向社会公开募集 所以发起人逆定当成 不是制定当成 由发起人 来逆定这个当成之后 经过创立大会通过之后 这个当成才生效 你体会一下 所以我们还会讲 在讲公司设立的时候 还会提到这一块 就不同的公司类型 它的制定方式是不一样的 等你全部听完之后 再看这个表格 你就忽然开了 因为有限公司股东是一定的 那就全体股东来制定 股份有限公司发起设立 发起人是一定的 那全体发起人来制定 募集设立 发起人制定之后 还要经过创立大会认可 才成效 因为这个股本 除了发起人 还有认股人呢 所以一定要注意一下 它是发起人认购一部分 其余向社会公开募集 不同的设立方式 章程制定方式不一样 那接下来是公司的章程 对谁有约束力 这个考试我们是考过的 公司的章程 它有没有普遍约束力 它不是我们讲的法律源源 一定要注意 它可不是我们讲的法律源源 你作为公司的章程 它不具有什么呀 对社会上不特征对象都有约束力 它是对公司本身有约束力 你公司的经营范围呀 法律代表人呀 都要在章程当中写清楚 你法律代表人是警理呢 还是董事长呢 在章程当中要写清楚 但是它不是我们讲的法律源源 对股东 你不管是控股股东 小股东大股东都有约束力 那照是对实际控股人 有没有约束力 那就没有呗 因为股东要写在章程当中 要著名的 董事监事高级官人员 董事包括董事长啊 副董事长 监事包括监事会主席啊 高级官人员包括谁 去年考的是法律代表人 那今年搞个高级官人员包括谁 都有可能啊 我们现在考试就考细节 关注细节 特别是选择题 有约束力 董监高有约束力 我们简称董监高 高级官人员包括什么经理 副经理 财务负责人 董事会秘书 不是董事长秘书 董事会秘书 你董事长生活秘书后面一大堆 那他不是我们家的高管 是董事会秘书 都有约束力 都是高级官人员 公司当成作为公司的内部规章 看到没有 内部规章 效力仅至于公司和相关当事人 他是不具有普遍约束力的 不是对社会当中对客户有没有约束力 那对客户没有约束力 所以一定要注意给你搞一个下列属于行政法 远远的是搞一个什么公司章程 那是不选的 对吧 我们在前面都讲过 法律行政法规 地方性政府规章 部门规章 是吧 都讲过 一定要注意公司章程 他不具有普遍约束力 这一点很重要 在选择题当中 这一句话就会变成选择题干扰项 对谁有约束力 对客户是没有约束力的 公司当成的高级观点员是指经理 副经理 才负责人 董事会秘书 不是董事长秘书 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相当于副总级别呀 上市公司会议的召集呀等等 都是董事会秘书 懂命 可不是董事长秘书啊 那董事长生活秘书 司机呀 什么管生活的 一大堆 好几个那不是我们讲的高级观人员 董事会秘书 或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 得到公司核心机密的高级工程师等等 也可能是高级观人员 是章程规定的 注意理解 变更 修改公司章程 由董事会提出 最后由股东会来表决通过 所以一定要注意一下 修改章程属于股东会的职责 还是特别决议 有限证公司要经过代表表决先三分证 因为有限证公司的股东人数一定 所代表三分之二表决权的股东通过 那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人数不确定 必须出席会议 你不出席不算数 出席会议的股东表决权 三分之二 一定要注意 所以我们会讲 修改公司章程 公司合并分立 变更公司形式 公司解散 属于特别决议 要经过三分之二 股东会是最高权力机关 公司章程变更 涉及到登记事项 公司应当向原公司登记机关 申请变更登记 所以我们在讲 股东会职权的时候 还会提到这个点 谁来决议的问题 但是一定要注意啊 修改章程是股东会的职权 不是董事会的职权 是董事会提出 是股东会来表决通过 有关股东出资额 发起人认购股份出资时间 及方式 规定未涉及到登记事项的 送原登记机关备案 下面我们看一个小题目 公司章程是公司必备的 基本法理文件 一定要注意啊 你可以通读一下教材 哪些内容必须要在 章程当中写 你设立公司 必须有公司章程 没有章程 市场监督管理局 不给你签华营业指导的 你看我们讲的法庭代表人 你章程当中必须要写清楚 是章三还是李四 当然他不能是副董事长 法庭代表人要么是董事长 要么是经理 不能是副经理 有关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章程的说法 正确的是 公司章程须由全体股东来制定 同学要注意一下 他是有限责任公司啊 给你兴致了 那是正确的 对吧 我们讲他 你首先要审题啊 他讲的是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的基因范围 由公司营业制造来确定 公司章程无权修改 答案错误的 我们知道 基因范围有章程来规定 可以修改 我们讲了一个搞这个小孩教育的 是吧 因为双减干不了了 就在网上卖货 这老师们也不讲课了 都在网上卖货 卖货 这个变一下基因范围行不行啊 当然是可以的 很明显错误的 公司章程修改 是股东会表决通过 不是董事会 公司章程修改 有限责任公司要经过 代表表决权 就权力股东表决权三分之二 不是出席会议 不是半数以上三分之二 这些都错误的 有限责任公司是 代表表决权三分之二的股东通过 他股东人数一定啊 就五升一下嘛 所以一定要注意一下理解啊 理解 为什么选 BCD为什么错误 细节决定成败 你知道BCD为什么错误 关于公司资本 那么这一块内容呢 都是阅读性的啊 都是一些理论性的啊 理论性的 公司资本的概念啊 特征啊 你想什么叫资本啊 是公司的注册资本 就公司成立时的原始资本 全体股东的出资 就发起人 是吧 这个任股人的出资 形成公司的资本 股本 这里面要注意一下 资本是 股东对公司的投资 融有性投资 那在公司存续期间 你不能抽操出资的 抽操出资是违法的 资本是公司法人对外承担民事责任的财产担保啊 我们知道 不管是有限责任公司还是股份有限公司 这个公司要以全部财产对外承担责任 那他的财产 那他的财产公司的资本越大 那很明显 债权人给他交易就越放心啊 越放心 一定要注意理解 财产担保 公司资本 这个制度 我们教材今年增加了一页纸 其实呢 是阅读性材料 阅读性材料 你读一读 你防止直接考标题 考标题 考概念 公司资本制度是公司法以一定的立法原则 看到没有 不同国家的立法体制不一样 这个有的是授权资本制 这种资本制 法定资本制 那资本制都不一样 制度不一样 对公司资本所做出规定的总成 法定资本制 也就是说 法律明确规定你的最低资本 是吧 这个是多少 或者最高资本是多少 有明确规定 全体股东来认购 所以一定要注意 我们国家呢 从2013年进行修改 这个资本制度啊 当然是法定资本制 但是我们最低注册资本 全都取消了 除非特殊类型的公司 你像我们讲保险公司啊 证券公司 还有什么 最低注册资本限制 设一般的公司 现在没有最低注册资本的限制了 我们现在是有中国特资的资本制度 应该是宽松的一个 资本制度 授权资本制度呢 体现出啊 医美法系 这中资本制度既有法定资本制 又有授权资本制 这些特点 这些呢 你第一 记住标题 第二 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们国家现在 同时要注意 体现出一时自制 有注册资本 但没有最低注册资本限制 特殊行业出外 你像同时金融啊 保险啊 当然 他是有最低注册资本要求的 关于公司资本三原则 那么这一块呢 同时要注意一下 重点要关注法条了 会出题目 像资本维持原则 这个在考试当中会考试的 资本确定原则 需由股东和认股人全体认足 并交足当成中 明确的资本总额 或者公司是不能成立的 这个同名要注意一下 法律虽然没有规定最低注册资本 但是我们国家设立公司 有没有注册资本啊 还是要有注册资本的呀 那么一块钱 那也是注册资本 也要有 你既然你刘关章设立公司 你们 大家都认脚了 说注册资本300万 在章程都写得很清楚 这就是什么呀 资本还是确定的 确定原则 一定要注意 明确资本总额是多少 章程当中必须要写 这叫必要记载事项 写多少你自己来决定 法律没有强制性规定 有限资认公司的股东 在公司登记成立后 就不能抽回股本 这体现出什么呀 公司资本具有维持原则 有限资认公司 在公司登记成立 什么时候登记成立 营业资照签发呗 你就不能再抽套出资了 作为股份有限公司呢 发起人一旦认购 他可能还没有领取营业资照呢 一旦认购 发起人认股人一旦 你交纳股款 你作为股东的财产 一旦交到公司账户上 这个在筹备结单 这个临时账户上 这个财产就不是你股东了 不是你发起人认股人呢 就是公司的财产 一定要注意一旦交纳了 一旦股款交纳股款 或者交付底座股款的出之后 你就不能抽回股本了 所以一定要注意一下 有限资认公司是公司成立后 永远知道签发之后 股份有限公司 只要你把钱交到这个 公司的临时账户上 公司筹备阶段是临时账户吗 那一旦交付之后 就不能抽回股本了 那赵老师呢 股份有限公司 什么时候可以抽回股本啊 公司设立失败了呗 假设在筹集阶段 未按期募主股份 或发起人未按期 召开创建大会 那就设立失败了 或者召开了创建大会 决于不设立公司的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三种情况下 作为股份有限公司的投资人 发起人也好 特别认股人才可以抽回股份 要自己理解 那对于公司来讲呢 原则上讲是不能收购 本公司股份的 一定要注意啊 作为股份有限公司 你能不能收购 本公司股份啊 不可以 但是有例外 这就是公司法 这个142条 2018年进行修正案 就修改了这一条 一定要注意 对于公司啊 股份有限公司 你 拥有的叫股份吗 原则上讲 作为股份有限公司 不能收购本公司的股份 但是下列情况是可以的 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是可以的 当然我们知道 作为股份有限公司 要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要经过股东会 出席会议表决前3分之通过 就特别决议吗 减少注册资本 那你作为公司 那你作为公司就可以收购本公司股份 这例外就是可以的 是收购自日期 私日内注销 这个时间比较短 这个考试当中说 公司收购本公司股份 收购自日期 私日内注销的 是什么情形啊 就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与持有本公司的 其他公司合并 就B公司持有A公司的股份 A公司把B公司兼并了 合并了 这个要注意 股东大会特别决议 也要经过出席会议表决前3分之2通过 这相当于什么 增加注册资本呗 这个通过要注意 一次有本公司的其他公司进行合并 这个很有意思 时间是6个月内转让 或者注销 这个时间呢就长了 哪些情况下 十日内 6个月内 哪些情况下 三年内 在考试当中就会考试第一 你要关注细节啊 第一法定条件 一级标题 接下来还要注意回购程序 将股份用于资公赤股计划 或者股权激励的 这个通病要注意 以前呢 我们讲的是 这个股东大会的职责 就不便于操作 你作为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召开 股东人数不确定 很难召开 那么便于落地 到2018年的时候 修订了这个法条 变成授权董事会 你一定要注意这法条 是2018年都进行修改的 修订的 13年进行大变嘛 进行那个法条 三分之二的法条进行了修改 所以一定要注意一下 以前呢 是股东大会来决议 这个不便于操作 不结底气 现在呢授权给董事会 那考点来了 注意今年考这个法条啊 作为一个股份有限公司 将股份收购之后 奖励给本公司资工 用于这个赤股计划呀 股权激励呀 授权之后 经过当成和股东大会授权 三分之二董事出席 董事会决议就可以了 三分之二董事出席 少数分多数啊 做出决议就可以了 公司合计赐有本公司股份数 不得超过本公司 已经发行的10% 不是5% 并应当在三年内转让和注销 可不是十六个月内了 三年内转让 就时间就变长了 这个股份有限公司 假设你的注册资本是十个亿 你可以拿出一个亿 这不超过你发行股份总额的10%吗 一个亿 去搞股权激励都是可以的 并在三年内转让注销都是可以的 上市公司收购本公司股份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上市公司应当通过公开 系统交易的方式进行 注意啊 这个第三 第五 第六 他们都是一样的 都是三年内 10% 授权董事会 董事会出席三分证 董事出席表决都可以 三 五 六 你看一下 翻开公司法法条142条 要注意三五六 第五 将股份容易转让上市公司发行的可转换股票的公司债券 就这个你本来是公司的股东所有者 同名要注意一下 转换成什么股票的公司债券 那就债转股呗 同名要注意一下 你本来是公司的这个债权人 变成股东了 债转股 那这个时候要注意 跟第三的这个回购程序是一样的 上市公司为维持公司价值 和股东权益的所必须的 那么这些呢 跟第三都一样的 刚才我们讲三年内啊 10%啊 授权董事会 三分之二决议啊 股东因股东大会 做出公司的合并分类 持有一意 一定要注意啊 关键词你要持有一意 所以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做出合并分类 你持有一意 要求公司来收购你股份 是六个月内转让 你看六个月内有两种情况 私日内有一种情况 三年内有三种情况 通过数字比例往前推 所以我们在讲这个股权回购的时候 74条和142条啊有区别 我们知道在股份有限公司 只有合并分类持有一意 没有转让主要财产 在有限责任公司 股东会 召开决议合并分类转让主要财产 你持有一意 都可以要求公司回购自己的股权 在有限责任公司股权 在股份有限公司呢 只有合并分类 没有转让主要财产 你把公司法的 142条和74条拿出来对比 记忆一下 这些都属于核心法条 公司不得接受本公司股票 作为质押标的 你想行不行啊 大家要注意 如果是阿里巴巴公司 对吧 他接受本公司股票作为质押标的 那相当于什么呀 这个内幕交易嘛 你看老赵 借阿里巴巴公司的钱 我再拿 我融用阿里巴巴公司的股票 进行质押贷款 那不就存在内幕交易吗 当然你融用阿里巴巴公司也好 腾讯公司的股票 你想银行借款 拿着股票质押贷款行不行啊 全力质押 那当然是可以的 但作为公司不能接受本公司的股票 作为质押标的 作为公司的资本总额 一旦确定非经法定程序 能不能去变更啊 章程啊 不得修改的啊 非经法定程序变更章程 是不得变更的 就是你资本增加减少 那要经过法定程序的 要经过特别决议的 下面我们看一个单线题 请听题 根据公司法规定 下列公司可以收购本公司股份的情形中 应当自收购之日起 事内注销所收购的股份 那叫一种情况嘛 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这个刚才我们讲过 是吧 与持有本公司 其他公司合并啊 这个是我们讲的六个月嘛 将股份中于员工的赤股计划 或者股权激励 上市公司为维护公司价值的三年 六个月的有两种情况嘛 一次有本公司的股份的其他公司合并 今天要召开股东大会合并分立一次 投缓对票 要求公司收购你股份 这个也是六个月 六个月有两种情况 事实内只有一种情况 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所以这些法条题一定要引起大家重视 去读一读训练一下 第三 第五 第六项 这情形是一样的 这个10%啊 三年内啊 三分之二啊 通过这些数字比例 你想一想是什么 关于注册资本 公司的股东 自主约定任缴出资额 出资方式 出资期限 并记载于公司章程 所以一定要注意按照现在现行的公司法 这个公司有没有注射资本要求 有 但没有最低注射资本要求了 都删除了 现在社公司越来越简单 盯包创业 讲的是任缴制不是实缴制的 关于货币出资都没有要求了 以前说货币出资不能超过总资本多少 现在全部删除了 或首期出资 首期出资 现在没有要求了 以前说五年内交互出资 现在你认缴 你设公司一千万 你可以这个多少年 实际交纳没有要求 没有五年内 也没有两年内 现在社公司比较简单 比较简单 要盯包都可以去创业 所以一定要注意 不再限制社公司 首期出资比例 不再限制股东货币出资的比例 也就是说你手的一分钱没有 你也可以设个一千万的注册资本 一千万的公司 我一认缴制 我认缴一千万 如果这个公司将来 对外境交易的时候 你一千万 认缴出资为限承担责任 你欠钱不还的话 那可能你就注销不了 所以一定要注意一下 取消了公司最低注册资本的限制 现在社公司变简单了 当社公司当老板很容易 但是想赚钱还是很难的 当然特殊公司形式除外 你看我们讲保险公司 证券公司 当然有最低的资本要求 你看商业银行 关于公司的独立法人地位 我们知道公司 它以全部财产对外承担责任 而股东承担有限责任 那如果你股东乱行死 有限责任 那么造成债权利益损害了 我们可以对公司独立人格 进行否定 掀起你的盖头来 揭开你丑陋的面纱 那你本来股东承担有限责任 不让你承担有限责任 让你与公司一起承担连带责任 你要注意这个制度 它的意义是什么 公司的对外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是吧 是独立的 股东承担有限责任 那如果你乱行死 股东的独立地位 法人的这个公司的独立地位 乱行死 乱行死的话 那法律就否定你 要人格否定原则 这个要注意理解 就公司法人格否定 这个构成要件 所以我们讲法条依据 公司法第二十条 六十三条 还都体现出这个人格否定原则 所以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理论 他会考 构成要件会考 法条会考 要关注最高院的司法解释 这是一个体验 你首先要知道 股东乱行死股东独立地位 法律为了保护债权人利益 交易安全 这个时候债权人可以把乱行死权利的股东 和公司一起当共同被告 你承担连带责任 行为主体是股东和关联公司 行为人目的是逃避债务 刘某操纵的A公司 向银行贷款十个亿 结果呢 他不用这个公司的生产经营 到公海上去吃喝嫖赌 那债权银行有证据证明 是吧 那这个可以让刘某 股东和公司一起承担连带责任 因为刘某啊 这个股东啊 他这种行为呢是逃避债务 是通过滥用公司独立地位 和股东有限责任来实现的 滥用公司法人人格的行为 给债权人看到没有 造成了严重损害 具体表现为公司财产 不足以清偿债权人债务 就刘某控制的公司 他这个注册资本就一百万 一百万 同样之于 他对外欠债权人的钱 他控制这个公司 不是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用于自己的挥霍 高人格很同啊 人格很同 那我们就 让否定 这个公司的独立地位 有公司股东 与公司一起承担连带责任 这就是我们讲的法条依据 公司法二十条 你要理解 滥用股东有限责任 公司股东不得滥用 股东权利来损害公司 或者其他股东利益 那赵老师呢 作为流氓 作为控股东 大股东 你控制的公司 把公司的钱都整到 你儿子刘阿斗的公司当中 那流氓的行为 给公司造成损害 向公司赔偿呗 给其他股东造成损害 向其他股东赔偿 对吧 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和其他股东造成损害的 那你要赔他 公司股东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 损害债权利益 那债权是他人的 刚才我们讲的案例 流氓作为控股股东 控制了A公司 向银行贷款 银行就债权人了 那接下来把这个钱呢 他不从事生产基因活动 去挥霍 吃喝嫖赌 向公海上豪赌 买私人游艇 那银行怎么办呀 银行有正义正名 是吧 流氓的行为 是规避债务 因为你他最后他宣告破产 你找他说 我现在啥也没有 账户一块钱没有破产 但是呢 他家里有大别墅 有豪华游艇 又不是在公司名下 那怎么办呢 我们知道银行债权有利益 有证据证明的话 可以把流氓当共同被告起伏 公司股东 滥用公司独立地位 和股东有限责任 逃避 在严重损害债权利益的 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那我们就把这个 乱行使权利的股东 不让你承担有限责任 让你承担连带责任 掀开你的面纱 接起你的盖头来 人格好定 那以公司一起当共同被告 承担连带责任 你要注意把抽象到法条案里话 那么在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当中 我们知道就有一个股东 这个股东本来是承担有限责任的 一人公司的股东也承担有限责任 但是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 刘某 你不能证明公司的财产 独立于股东自己财产的 你刘某要对公司在乎承担连带责任 你想一想如果作为就一个股东 刘某 设立A公司 A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钱 和刘某个人的钱账户 它不分 刘某晚上回家买菜 还从公司账户秩序 那在这种情况下 对一人公司的债务 刘某要承担连带责任 就不能承担有限责任了 这就是人格否定 法条依据 那接下来关于最高法院 在审判案件 法院审判案件当中 怎么来认定你人格股东呢 考虑什么因素呢 这些考试也会考的 我们曾经考过最高院的 这个司法解释问题 司法解释就是 案件在审判过程当中 我们怎么来认定他人格混同 考虑什么因素 假设股东流氓 无赏使用A公司的资金 我们给大家呢 简单的搞两个演员 放简进 你推理一下 和财产 不做财务记录 就流氓呢 晚上回家买菜 也从公司账户秩序 他是大股东 空股东 拿公司的钱 去消费 用于自己的日常消费 这个时候我们就认定 流氓的人格 与公司人格混同了 对公司的债务 你流氓要承担连带者 股东用公司的资金 偿还股东债务 因为你流氓拿公司的钱 来偿还你个人的债务 对吧 或者讲公司的资金 供应给关联公司 无偿使用 就流氓控制A公司 把钱搞到B公司 B公司给流氓是关联公司 我们讲 你流官章是A公司 流氓又给他席路是个B公司 流氓把A公司的钱都用到B公司去使用 你体会一下 又不做财务记录 那对A公司公不公平啊 不公平 那这个时候我们认为 流氓和A公司就混同了 对A公司的债务 流氓要承担连带者 一定要追着后半句话 公司的账簿 与股东账簿不分 使公司财产与股东财产无法区分 就公司的账簿的钱和 股东自己的钱 账户的钱他不分 股东自身利益和公司盈利 他不加聚婚 使双方利益分不清楚 他通常要注意啊 一定要注意公司的财产 公司的账簿和自己的财产 自己的个人账簿都要独立的 分立原则 你搞不清楚 那很明显 你混同了 那对公司债务 你股东就要承担连带责任 公司的财产记载于股东名下 公司运营赚的钱 你能不能存在股东名下呀 这个是不行的啊 我们知道你作为股东从公司分配的钱要交税的 那懂财务的这都懂 不能搞了上账 你作为公司股东 你把公司的钱搞到自己账户上 严重的说叫请占 再严重就只有请占罪的 登监狱的 所以一定要注意一下 你把公司的钱 是吧 变成股东自己的钱 那要要通过纳税筹划的 是吧 纳税筹划的 可以少交税 设立个人独职企业等等少交税 但是一定要注意 公司的账户的钱 你股东去支配 同样是违法的 违法的 有股东占有使用 那对外来讲 可能人格混同 从财务安全呀 到国家法律上 有的时候会构成犯罪的 懂财务知识 开公司的人都要懂财务知识的 好 那这些都认定为人格混同 人格混同主要体现出什么呀 公司业务和股东 自己的业务混同 公司员工和股东员工混同 特别是财务人员混同 一套人马多个牌子 公司的住所与股东的住所混同 在实践当中 这些混同 有证据证明 有这种情况下 你股东就不能承担有限责任 让你与公司一级承担连带责任 混同了吗 关于过度支配和控制的认定问题 公司控制股东对公司过度支配和控制 操纵公司的决策过程 使公司完全伤失独立性 应当否定公司的人格 那这种情况下 有滥用控制股东 控制权的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所以一定要注意一下 母子公司 就母公司 子公司都有独立的财产 独立承担责任的 但是母公司通过控股权 严格 过度的控制子公司 搞利益输送 那这个时候子公司的债务 母公司要承担连带责任 原则上讲 子公司的债务 母公司不需要承担责任 母公司 母子公司 子公司之间 收益归一方 损失归另一方 假如母公司控制的 两个子公司 这个第一个子公司 这个运营 这个损失 让另一个公司 进行收益 好 损失这个公司 这个搞破产 破产就债务不用还了 行不行啊 那不行 你这种操纵的话 我们就掀起你的盖头来 揭开你的面上 让你奋通 先从原公司抽走资金 假如从A公司抽走资金 然后再成立经营相同的 类似的B公司 来逃避原来A公司的债务 这典型的是一套人马 多个牌子 是吧 你看刘某作为操纵公司 操纵者操纵人 操纵A公司 欠银行十个亿 把A公司破产宣告注销了 这钱都转移到B公司吗 搞同样的业务 同样的人马 来规避原来公司债务 法律人不容许 不容许 先解散公司 再有原公司的厂 所设备人员 向类似的经营目的 另设公司 逃避原公司债务 这些都不行的 你先解散也好 或者我原来的公司 我没解散 但我把你资金掏走 A公司的账和钱 全部转移到给B公司 我重设个B公司 你找的B公司 A公司 A公司啥也没有 这是第三种情况 第四种情况 直接解散了 第五个是兜地条款 所以一定要注意一下 过度操纵和人格混同认定因素 不要搞混淆 我们看一个题目 那年是考过的 下列公司 股东的行为中 可以作为公司人格混同认定依据的事 这就直接考吗 用公司的资金来偿还股东债务 不做财务记录 这个是 是吧 空母股东操纵公司决策过程 那过重操纵呗 母子公司之间进行利益输送 这两个是吧 同来之意不选 它是过重操纵 不区分公司账簿和股东账簿 关键是不做什么财务记录 你后半句话没写呀 这个第一选项是不选的 一定要说完整 不能说半句话 就无法区分的 你自己的公司账簿和股东的账簿 无法区分 还有后半句话没说 股东无伤使用公司资金 不做财务记录 那很明显 这个题目比较完整的 应该是A和E B和C呢是过重操纵 D呢说的不完整 自是公司财产和股东财产 无法区分 后面是不能扫低 讲目的性 目的性 股东自身收益和公司利益 不加区分 是双方利益不清的 反而来讲 如果股东自身收益和公司利益 不加区分 但双方利益很清楚 你既然很清楚 那就不能认定股人格很通 对吧 有证据证明人家利益 不很清楚 人家有证据证明人家 这个公司财产和股东财产 能够区分 这后半句话是不能少的啊 这就是书上的 列举向司法解释的 直接考察法 就是文字性考察 要注意啊 公司法单选题多选题 他会直接考察法 就是书上的文字 好 下面我们看一下本单元的单元知识数 关于类型 这也都是了解的嘛 有限责任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一人公司 国有都公司 是特殊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特殊类型 母公司和子公司 总公司和分公司一样不一样啊 那是不一样的 分公司责任由总公司称的 非反制格 子公司是独立反制格 法人的地位 我们知道法人具有独立的地位 股东承担有限责任 但是你乱行使股东独立地位 乱行使股东有限责任 损害债权利益了 我们叫人格混同 掀开你的盖头来 掀开你的面纱 人格混同承担连带责任 那么这一块要注意一下 怎么来认定 这个人格混同 考虑什么因素 什么叫过重操纵 关注公司法 20条 63条 法条 对吧 关于这个能力 有权利能力 行为能力 他们要注意一下 关于这个公司的基因范围 章程规定 以法登记 你超过基因范围 只要不是法律禁制性规定 那认定有效呗 如果法律特许禁制性规定 法律法律禁制性交易的 那当然是无效 是有效还是无效 你要注意 这区间刚考过 这位公司 你对外投资 对外担保 这个决议机关是 董事会和股东会 章程来规定 为自家股东提供担保 实际客人提供担保 决议机关只能是股东会 并且为谁投资 谁要排除在外 出一会议 其他股东表决选 过半数 是个关键词 这些点要注意 对公司来讲 你把钱投到公司 股东的资格财产 和公司的财产 资格都是独立的 独立的 公司对外投资 对外决议 这个注意理解 但公司的权利能力 行为能力是 同时产生同时中止 公司的权利能力 和自然人的权利能力 一样不一样 公司有没有生命 生命权 健康权 分银权 有没有 没有 他只有 他不叫姓名 他叫名称权 民意权 荣誉权 张成 对公司 股东 董监高 有约束力 修改张成 特别决议 这个股份有限公司 初一会议 有表决权三分之 有限资议公司 代表表决权三分之 他是股东会的执权 不是董会的执权 这里面高机关人员包括谁 经理副经理财富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不是董事长秘书 当然我们讲这个公司的行为能力由法庭代表人代表行使 法庭代表人行为 要职务代理 就公司行为 你内部限制 不能对抗上一第三人的 法庭代表人可以是董事长 执行董事 经理 张成来规定 注意这些细节啊 关于这个资本这一块 同学要注意三原则 确定的 维持的 不变原则 特别是什么呀 这个确定原则 我们知道按照公司法的142条要注意 所以股份有限公司 原则不能收购本公司股份 但是有六种情况是可以的 减少公司做资本十日内注销啊 哪些是六个月内注销啊 哪些三年内啊 要引起重视 像债占股啊 股东权益所需啊 这都是三年内嘛 员工赤股 股权激励 这都是三年内 10% 2% 就授权 董事会 出席会 2% 董事表结通过 这个合并分离 你持有1亿 啊 这个同学要注意一下 你必须要持有1亿 合并分离 持有1亿 没有转让周销财产 这个六位内转让或周销 这个法条要引起重视 好 那么讲到这里 本单元我们讲解完毕 谢谢同学们的收看 再见